等下三角形 各位就是说前面都空白 所以这个是12个空白加一个信号 11个空白加3个信号 那最后的话是没有空白加 这个比较多 这个等于是多少 13加几个空白 几个信号 应该是13 13加25个空 25个信号 OK 那首先的话呢 这个信号 你说老师那怎么输出信号 你可以开一个新的活跃部 新的这个module 然后呢 你就print它 print之后的话 后面 你说老师那我要一颗星 一颗星不就是一个星 对这样一颗星 你print这一定是一颗星 可是你说老师那我要两 我要很多颗星不是一直打对 问题这个数量 有没有办法自己定义出几个 然后配合回圈 所以这里你可能要学会一个 就是一个数字 比如说我要25 那你说那我要25颗星 有没有办法直接就变25颗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再加一个称号 不过这个叙述 只能在Python用 因为理论上 这个完全不合逻辑 为什么 因为我前面不是讲 这个是文字 这个称号是针对数字的 这样怎么可以 不过Python是把它当成是一个repeat的动作 重复几次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蛮巧妙 执行看看 有没有 这边就25颗星出现 如果你要空白的话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刚刚那个是 这个题目有没有 这边是12个空白加上一颗星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12个空白 12乘上空白 然后再加上有没有 一颗星 一颗星 一颗星这样 OK 执行 有了 12个空白加一颗星 那下一个你说老师那下一个我要做什么 下一个 那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就是后面是11个空白加3颗星 3 那这边聪明一点 乘3合 然后我们懂这意思 等于是这边是11个 这边3个 执行一下 有了有没有 这样子 那底下的话就变成是10个空白 再加上5颗 5颗星 那你想应该有个规律性吧 这个空白数量会越来越少 递减的 那星号的话是越来越多 可是它的数量它不是加1 它是加多少 加2 有没有 间隔2 step2 所以这要怎么做 请各位思考看看 这题还蛮好玩的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思考题 那当然你不要想说一次 你就要直接就写出那个很精简很漂亮的程式 不用 没有 你刚开始一定不可能这么厉害的 如果你这么厉害那你就天才了 那你真的很适合写程式 OK 如果不是啦 没有关系 我是觉得写的出来就厉害了 试试看 所以这个部分给各位当一个思考题 那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来看 我们上个礼拜主要是4回圈 那今天的话就是把4回圈 ending掉了 我们就来看while回圈 那while回圈我前面讲过 如果呢 请看 如果你假设 写完一个等腰三角形 觉得不过瘾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变两个 两个的话就是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因为我之前就写完做一个一个 然后马上就写说 老师我觉得一个太简单了 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两个 OK 你帮我当trypt吗 OK 没关系 没有问题 那我就好想想 好像也不难 OK 就试着把它写出来 你们可以试试看 好 那底下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快回圈 那快回圈的话 我们一样的问题 把4回圈 改成用快回圈来写 有没有办法 之前我们如果4回圈 一样1加到99 可是你说呢 如果今天呢 我想要把它改成什么 用快回圈来写 那怎么做 会不会更简单 但理论那不会 我讲过 如果是一个范围的话 后回圈当然比较适合 可是相反的 如果你那个 不是很确定的 比如说我不知道到99 我可能是到某一个数字发生的时候 我才会停下来的话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用快回圈比较恰当 OK 就像底下有个猜数字游戏 我们等一下要写一个猜数字游戏 比如假设不要猜太多 1到20随便猜一个 它要乱数去抓一个数字 猜对的话呢 那表示你就OK 可是问题你要在最短时间内 还有最少次数内算是最厉害 可是问题要怎么写 OK 所以那个就比较适用快回圈 更适合 OK 要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先把那个上个礼拜 那个4回圈 这个还记得吧 NSJD 那我用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个 来跟各位讲一下 那如果假设我希望把4回圈 直接改成快回圈的话 那有哪些地方应该做变更 第一个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不是用for 而是用while OK 那其实这里面呢 while回圈跟for回圈 主要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哪三个地方不一样呢 记得 刚好就跟range这个很有关系 第一个的话呢 在while回圈里面 它没有初始值 因为你不知道从哪个开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假设要把它改成while回圈之前 比如这一题好了 我要把它改while回圈之前 第一个我先把那个for回圈把它注解好了 然后我把它改一下 我把它改成用while 所以把它写在下面好了 这样比较会比较清楚 好while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那特别注意 for回圈跟坏远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初值 初值的部分 这个可能要自己定义一下 之前for回圈是直接的吧 直接就给你一个初值 但是呢 画回圈呢 你这个i的部分呢 你要自己先产生 ok 然后呢 你这个i有沒有 变成你要另外独立出来 那条件的部分是什么 当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 它要得加下面的 所以后面的话是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当i的值 假如它是小于100的时候 才做下面的以加动作 好 那还有记得 这个是第一个 它的初值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i的值 必须要负以一个初值 2的话是一个条件 还有第三个 如果第三个忘了加的话 那这个值行的话就变无从回圈了 为什么 因为i永远是0 所以哦 特别是还有第三个 就是间隔多少 这边不是会自己 间隔1 所以奉回圈里面 会自己帮你加1 有没有 可是呢 这样坏了回圈里面没有 所以变成你要自己加一个i 等于i加1 也就是说呢 你没有去把它加1 它就永远等于0 所以 不不不 更正一下 这个初值应该等于1才对 因为等于0的话那不对 因为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这样比较应该就很清楚了 其实 化为圈基本上就是把 range里面的这三个值 拆在不同的地方 有没有 那化为圈呢 就一个就帮你全部做完 所以如果你假设是一个有范围 而且明确的 那当然用for为圈 绝对是优于用化为圈 不然的话 化为圈超麻烦的 有没有 光这三个 而且漏一个都不行 所以 现在有概念了吧 所以 基本上呢 前面写过的for为圈 就通通可以改成fire为圈 所以 一样 如果假设我们 考各位一下 那如果我想要把什么 把刚刚的这个 就是什么阿表 请帮我改一个 化为圈版本的话 那怎么做 那首先的话 因为它有两个回圈 那你不用急着一次就把两个改 你改一个一个改 对 先改一个 比如说第一步 第一步 我先改那个什么 改最好 OK 比如说这边的话 Enter 然后我就在下方先打一个fire 那这个条件的话呢 一定是什么 fire 或者你 这边其实可以再do.1 你如果假设 因为反正我们刚刚改是三个嘛 刚好就range后面三个 1 2 3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是fire 这个是J J 它如果当它小于10的时候 冒号 OK 所以第一个是这个先做了 有没有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初值 初值的话呢 就是在fire上面 加一个J 等于1 有没有 这个地方把它拉过来 然后这个的话 就累进的就是说 必须要把J 每跑一次之后 把它加1 有没有 间隔多少 所以这边的话加一个J 等于J 加1 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改完之后 你这一行一样 我不建议你直接把它删掉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注解一下 好 这样应该就改完了 我再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就是我刚刚本来range 部分我先就补这个了 为什么 因为补这个你比较清楚 1 1的话先从这边开始 1 直接这个 while J 是小于10 才做下面4 OK 下面的动作 2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补一个J 的初始值 3的话呢 就是它的不进值 等于间隔多少 这个累加自己要加一下 这个是3 好 那这样理论上改完了 马上我们就产生了一个 这个什么呢 while版本的90码表 但是啦 当然如果你这样改 你一定觉得 老师这以后 我不这样 我一定用for回圈 我的for回圈比较简单 OK 执行看看 应该理论上是OK的 有没有 这个应该没问题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假设这个地方要改成 这个 所以一样 这边把它先注解一下 然后我就把它改成while while 这边的话就是i小于10 冒号 然后在它上面加一个 它的初值 i等于1 有没有 然后在这个最下方 的地方 就是加那个i等于i加1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个先 这个嘛 然后再来加一个初值 累计OK 应该这样就完成了 直行看看 没有问题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先把 刚刚的那个什么 就是1加到99的部分 改成while回圈版本 来 试一下 好 来